这个游戏解说 现在是小孩的守类赛 他的最后一位对手 来自台湾的一提大表哥 对他发起挑战 大表哥的首发是拉尔夫 拉尔夫面对他的老上级哈迪兰 发起攻击了 小孩的哈迪兰 两人这个都是选择了绿色 可是今年 今年比较流行绿色 你们发现没有啊 来看一下哈迪兰怎么样 面对他的部下 拉尔夫啊 这是一个强劲的角色 这包拳没打到 走到前阵 那么跳跌跌 哦可以可以 想不到啊 到底是老上级 大表哥刚才 没有了 小孩拿下了拉尔夫 这个强势的对手 没有了拉尔夫的加持 小孩这里可以喘一下气了 好了 压你想成功带ES自飞飞 哎呀 代表哥就切反 抽血 剥血 剥血 即使是一个战地对空完美 高手对于普通技的判定理解真的是比一般的太鸟要高强很多 没想到哈就能立 立回这里打的 大表哥的温度我已经被他干掉了四个的接近四个的体力了 他还要抽血吗 有没有 没有了 跳得打康特 最加一个cd 连续两个cd啊 失误里面的cd判定发生真的好快 很容易打康特啊 现在来看看牙刀吧 牙刀如果说能够保得住这把小孩就稳了 下轻转两段时候带ES的龙眼舞谁飞 站着打前置 想堵住牙刀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 除非在板边把它放倒 新板边压制 牙刀被地方跳入 手上还有两颗气 带着吗 要接两气 一气 大表哥这里用一眼连段不够两颗气了 只能接一颗气 但是牙刀的体力也是被他消掉了 还有不到一哥了 这里的血量太少了 一个重攻击就没了 牙刀现在很紧张啊 牙刀如果没有了 小孩这里就 哎 你别说顶点招招的脸上去 脸上这个顶点不之后就over了 漂亮 险胜险胜啊 小孩还有一个红丸 问题应该不大 压王就赢了一币啊 对 来看一下小孩的牙刀队长大表哥一踢的特励吧 压到手上不到两气的两气的体力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我靠 原来又稳了小孩的牙刀 特瑞现在空有资源 但是没有自己的节奏啊 小孩这里 我靠 打破招 确认超发 来发确认 特瑞现在有力无处使 夏青天马上确认一眼 摄地地 哎呀 打的只有一个心跳 现在双方打成2比2平了 现在双方2比2平 但是大表哥 非常危险 对方是满血的红丸 而且红丸 马上就加满两颗气了 两颗气就意味着他可以 爆气了 其实就算不用两气 一个ES连段也可以拿下特瑞的点血 ESGT小孩的优势 稳了这把 没有问题了小孩 跳碎打扛 ESGT进打边 打得 哎呦 我操大表哥 打托哥 居然翻盘 让我去顶点 几招翻盘 你猜对了吗